开国上将中有两人渊源颇深 即当过国民党将领又同年加入共产党 1955年解放军将军授贤方案正式下发 经过讨论后董奇武晋升上将军衔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曾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他不敢相信 他直言自己没有理由晋升军衔 在57位开国上将中 陶志越和董奇武有着相同的处境 陶志越比董奇武年长10岁 同样曾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他 对于自己的上将身份也直言受之有愧 1982年这两位特殊的上将顺利入党 彼时的他们的年龄分别是83岁和93岁 曾经的国民党将领为何能升进开国上将 又为何能以高龄同年入党 点个三连咱们这就开讲 董奇武自小家境贫寒 但是他个性好强 小小年纪就励志从容 1924年 董奇武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并且服役两年 在此期间表现优秀 被升至忠孝 不过正好赶上蒋介石大力裁员嫡系部队 没有靠山的董奇武很快就失业了 后来董奇武又在机缘巧合下参加了副作义的扩边军队 虽然只是任官衔较小的尚未参谋 但是他还是欣然应知 1933年他参加了长城抗战 并且在环柔县阻击日军15个小时 连帽子都被敌军的子弹打飞了 1936年 随远抗战爆发 董奇武奋勇指挥头罩 成功打击日军 同时还激怒了一架敌机 对子毛泽东亲笔个性 并且赠与了警席 将随远抗战称之为全国抗战之先生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 董奇武与贺龙使长结实 两人对于战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抗战结束后 他出任第35军军长 1949年1月在天津战役结束 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后 董奇武飞往北平向副作义请示 此行让他了解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展 并且明白了这是大势所需 1949年3月 毛主席提出用随远方式解决随隐问题 也就是说 愿意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队伍中 允许其投靠或者中立 以便我方更能其中力量 首先解决国民党顽固势力 1949年9月19日 以董奇武为首的国民党军政干部 向毛主席发出起义通电 在此后 十万名随远官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加入了全面解放战争之中 1950年4月27日 毛泽东接见了董奇武 并与其长谈三个多小时 可见毛主席对其信任赢家 1950年7月 董奇武向上席提出了助党的愿望 但是对自己有多处房产 不属于无产者的状况耿耿突怀 在此后为了顺利入党 董奇武多次提出将私有财产 无偿化为公有财产 但都遭到了拒绝 彼时考虑到董奇武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其入党申请一再被推迟 组织上认为 他留在党外 要比党内对统战工作更有意义 多年之后 董奇武自觉年事已高 但是他想要入党的决心却分毫不减 终于在1982年 董奇武入党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以时他已经83岁高龄 陶智越年少时生活条件较为优渥 少年时毕业于军官学校 1926年 其被任命为国民党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团长 并配合北伐军一举收复江西 1927年4月 陶智越加入国民党 任第四师军第三师中将师长 1928年 其复命进入山东济南 恰逢济南惨案 但是受命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出击的命令 陶智越只能被日军强行缴械 这也让他看清了自甘屈辱的嘴脸 对国民党领导失去了信任 1949年 陶智越任西北爪官 公属素爪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 昨年9月25日 其发出了起义通电 宣布彻底脱离国民党统治 1950年2月 陶智越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毛主席代席亲切也加 在一番长盘之后 还邀请他一同吃晚饭 虽然只是一碗红烧肉 一碗萝卜 一碗白菜 外加一碗汤 但是这顿湖南家常菜 却让陶智越感动不已 1952年 藏在肯区的王震 第一次向陶智越提出了路导事宜 1965年 陶智越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此时的他已与共产党人一起奋斗了15年 奈何恰逢十年动乱 这封入党申请书并没有得到批准 1982年 陶智越再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也终于在他93岁高龄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位开国上教的一生都不为传奇 他们的入党过程也较为曲折 但是索性 他们都在晚年得以圆梦 作为伟大的爱国者 他们信念坚定心怀民族大义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